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有中国人参赛 他们从上海出发,坐了21天的远洋邮轮,并在船上坚持训练 比赛现场,代表团只有6个人,仅一位运动员 但依然使在场华侨泪流满面,激动的纷纷脱帽挥手 他们可曾想到,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已在奥运会上名列前茅 2024年,第十届旺带环球帆船赛将在法国启航 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第一次有中国人参赛,仅一位参赛船长 徐静宽船长在多年前就开始备战旺带 近期他从中国一个人到法国,租车在深夜赶到位于法国西海岸的码头 只为尽快见到赛船,投入赛前准备工作 为了节约经费和时间,晚上就睡车上 旺带环球赛1989年创办 比赛从法国西海岸出发,穿过大西洋向南 经过南非好望角,印度洋,澳大利亚,新西兰 穿过太平洋越过河恩角,回到大西洋,环球一周,返回出发地 历时约三个月,航程近五万公里 必须单人驾驶,途中不靠岸,不能接受协助 这项顶级航海比赛长期被西方读了 亚洲有48个国家,仅日本曾参加过 由于宣传不多,大部分甚至连比赛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翻开中华文明历史 其实我们的祖先非常善于航海探索 在海洋军事,海洋贸易领域曾创造辉煌 公元600年,唐朝通过海运把货物卖到鸿海沿岸 史称海上丝绸之路 1200年,南宋一条满载瓷器的货船沉没 我国将其完整打捞,取名南海一号 1405年,郑河下西洋,远洋船200亿艘,2万余人 据明史郑河传记载,最大的船长148米,宽60米 五层甲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船 只可惜,明朝以后我们没有继续发展航海 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则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航望角 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588年,欧洲海上战舰称霸全球 各国装备重型炮舰,海战激烈 我国拥有3万公里海岸线,53个沿海城市 海洋资源丰富,国家多次提到海洋强国战队 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人走上新的国际赛场 为航海运动的复兴开启了新篇章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看到新时代 中国航海人的风貌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 年轻的,享受青涩的歌曲 能为了创造梦中那个新天地 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 不回头,像小眼神出门去 多少个青春背影消失在夜里 欢来珍惜 我扬过你看过的青空 穿过飞年时空在枪风 你转过山之间的那个笑容 我都懂 我扬过你看过的青空 跳下草地一魂的时空 你遗留在风中 遥远的暮空 在你心中 心中 我扬过 EM Inspector 哼 我扬